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当晚又做了噩梦 他梦见几个女孩 在逼迫一个女孩翻单杠 高个女生开始示范 吓了时不慎头被撞了一下 秦老师认为 只是搅回扭伤 没有大案 正说着女孩抹钱 抱着女孩的遗像走进来 斥责秦老师没有及时送女儿就医 致使女儿死亡 逼迫秦老师变个女儿给她 说吧,秦老师的肚子竟迅速隆起 那个死去的女孩居然撞破她的肚皮钻了出来 次日,小一便把这个噩梦告诉了女主 女主认为高个女生不是自己的学生 不想多管闲事 如果小一在意秦老师 就自己去对秦老师讲 诋毁她的那个博客又更新了 光这事就够得反的了 小一努力组织语言告诉秦老师 会有一个欺负人的女生 从单杠上摔下来 虽然只是崴了脚 但还撞到了头 一定要将她送进医院 女主的本中 莫名出现一本透明校规的漫画 上面说 一个男孩将新颖女孩的护手霜 涂在身上就变成了透明人 学生们将漫画交给女主 女主看过 气中间的质问小一 是否在讽刺自己 小一接过漫画 翻看后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漫画中的内容 竟然与自己的梦境如出一桌 女主向阿贵讲了此事 阿贵怀疑漫画的作者是秦老师 女主却不认同 因为秦老师压根没把小一的话当回事 这天体育课时 高杠女生小丽从单杠上摔下来 明明是自己摔的 却硬诬陷使女生急穿在背后推了自己 与她一起的女孩也随声附和 这让秦老师突然想起了小一的话 急忙叫来救护车将小丽送往了医院 此事在女主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孩子们认为 透明校规中的故事应验了 这本漫画就是预言书 纷纷吵着让女主把书还给透明人 女主烦得头都要爆炸了 山老师与秦老师一进办公室 同事们就立即尾了上去 山老师告诉大家 医生在小丽脑内发现了一小块血肿 幸亏发现及时 拿掉了血肿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没看到新的预言 学生们将七海的护手双放在课桌上 第二天漫画说果然再次出现了 这次的题目是 笨蛋丑八怪快修尸吧 上面提到 又将隔壁奔欺凌击穿之人的课桌处行 大家纷纷向楼下望去 果然看到 下面横旗竖疤散落着很多桌椅 继续看预言 上面提到 使劲给花浇水 这是蚂蚁溺死 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欺凌 违反透明校规 要对浇水之人 彻以蚂蚁地狱刑罚 教导主任很快掉进了枯叶烟埋的水空 不仅如此 透明人还在黑板上写道 我要对违反透明校规之人处行 校长让女主 无论如何也要将此事处理妥当 女主带着漫画来到小一家 话里话外怀疑 小一将噩梦告诉了别人 那个人又将噩梦变成了无聊的恶毒剧 教授听出了弦外之音 回敬道和男人拍拖有趣吗 那人是阿贵吧 他有没有提出又看我孙女的孟夫 女主不明白 阿贵是教授的助手 为何不能给阿贵看孟夫 教授为难的说 他想把孟夫 莫和我们的研究公诸于世 可这存在着巨大隐患 若被恶意利用 世界和预知梦者都会遭遇大混乱 女主在课堂上要求 透明人马上停笔 理由是担心大家效仿上面内容 学生们却觉得画漫画是大家的自由 人后还搬出了博客的事 女主一时被怼得哑口无言 直吼妥协 吕高都对女主较难 现在的孩子实在太强悍了 看完博客 阿贵讨好地对女主说 就算你真的精神异常 我也不会介意 这只会让我对你更有兴趣 他有意靠近女主 希望可以加入对小异欲之梦的研究 女主却对他下了逐客令 助手调侃阿贵 财老师不是已经喜欢你 喜欢的夜有所梦了 咋还没留你过夜呢 阿贵悠悠地说 他没有心 他把内心压抑在潜意识中 如果单纯只是潜意识的话 内心会在梦中出现 可他在梦中也没有真正安眠 要看懂他的心很难 不过我一定要把小异的梦符弄到手 准天孩子们发现漫画没有出现 七海嫌疾地将被透明人碰过的护手霜 丢进了垃圾桶 小异告诉女主 自己也看到了漫画的作者 梦中小异看到透明人 在教室的垃圾桶中找到了自己的脸 然后透明人把小异从窗户扔下了楼 再次看到自己的噩梦 小异还是忍不住叫出了声 教授认为 孙女看到了那人的漫画 便与那个人的潜意识连到了一起 而漫画里的透明人 就是作者的分身 小异小声搭了枪 我觉得那天保健室里好心有人 女主请秦老师好好回忆一下 那天是否还有别人在保健室 思寸骗过 秦老师说道 那天的确有个孩子说 肚子疼躺在床上休息 他是你班上的小哥 他和爸爸住在一起 听说爸爸是个出租车司机 上夜班时小哥总是一个人在家 然而女主却想不起小哥的模样 夜晚女主梦到小哥的脸不见了 他问小哥的脸在哪 小哥回答丢进了垃圾桶 这时梦眼兽突然出现 这让女主确定 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梦中 小哥说 没有人关心我 我害怕被孤立 所以一直跟大家在一块 可我却像空气一样 没有存在感 但是被大家关注 真的很有意思 小哥承认画漫画 半夜跑到学校扔桌椅 挖坑的事都是他所为 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看到他那么渴望被人关注 小甲给他画了一张脸 小哥却哭着说他想做真正的自己 说完他打开窗户 从楼上跳了下去 这时梦王子拎着两个五脸人出现了 询问女主被丢下的五脸人是哪一个 女主某人惊醒 努力思索 为何会有金色的五脸人 与此同时 小哥偷偷来到救市 将漫画放到了桌上 并压上了一只自己刚买的护手霜 清晨 学生们进入救市 发现漫画又出现了 漫画里的剧情 说透明人发现护手霜不见了 杨爷又把所有人都从窗户扔下去 大家吓得纷纷远离窗户 小哥也装着样子 随大家一起相互独闪 看到女主进来 一名学生把漫画和护手霜都交给了女主 并告诉他靠近窗户会被扔下去 女主吩咐学生们 观上窗户做好 让大家都不要在意这本漫画了 起料小贾却说自己可以凭借护手霜的小票 调出监控找到画漫画之人 女主告诉学生没有这个必要 听吧小贾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这个人在犯罪 那些所谓的预言根本就是他干的 透明人不可能存在 若真的存在 我会好好给他画上脸 女主突然想到自己的梦 莫非自己也会做预知梦 那么小哥会不会真的跳楼呢 这时小哥突然站起来叫道 透明人就在这里 给我看好了 说完他拉开窗户 站到窗外想往下跳 千军一发之际 虐着一把心分脚台 大师说道 老师是神经病 博客上写的全部都是真的 我既不想笑也不想哭 虽然在尽量做到不让大家讨厌 但也不想被喜欢 想杀人但不会去杀 那么哪个我才是真的我呢 说完他剪剪护手霜涂的手上 继续说道让自己消失 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人就算想逃 也终究逃不出自己 假象和真相就像护手霜一样融合 人就是这样活着的 所以小哥同学 透明人是不存在的 不要闹了快一回作为做好 听吧 孩子们笑着招呼小哥下来 打破了僵局 这时女主却一把拍响桌子 从今天起 老师我不再勉强自己去笑 说完女主真的变了脸 一脸严肃的开始上扣 这样子实在有点可怕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团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